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前几天有一个小朋友私信问我 既然面包虫很厉害 几乎什么都吃 那它们会吃同类吗 这是我养的一颗面包虫 已经扔在角落里一个月没有管过了 正好用来回答这个小朋友的问题 可能有小朋友有疑问 你说这除了面包虫 怎么还有黑色的甲虫啊 而且怎么还有白色的蛆呢 我先来科普一下 这黑色的甲虫正是面包虫的成虫 通常我们看到的那些黄色的 一扭一扭的像毛毛虫的是面包虫的幼虫 而另外一种白色的像蛆一样的是面包虫的蛹 面包虫的一生要经历幼虫褪皮长大 然后化成蛹 最后破蛹而出变成黑色的小甲虫 现在大致看一下 好像并没有发现面包虫吃自己同类的现象 但其实它们确实会自相残杀 上面说过了 面包虫有三种状态 分别是幼虫、蛹和成虫 在幼虫阶段 是面包虫进食量最大的时期 但是它们身上包裹了一层几丁制 又硬又滑 可以说是根本咬不动 所以幼虫阶段的面包虫 在饥饿时 其实它们会有互相啃食的现象 但是又互相啃不动 谁也吃不了谁 也只能就此做罢 而到了蛹阶段 它们就完全不进食了 此时它们身体比幼虫是脆弱多了 有很大的几率会被幼虫和成虫啃食 看我挑出来的这些都是蛹的尸体 很多身体都被掏空了 所以说面包虫在化蛹阶段是最脆弱的 接下来再看这些成虫 有的也会被啃食翅膀和肚子导致死亡 这是由于蛹好不容易撑到破茧变成甲虫了 但由于刚刚褪皮 皮是软的 再次遭到幼虫和成虫的啃食 虽然有些还活着 看这几只 屁股都被咬掉了 还能爬行 但估计也活不长了 一直咬到它的外壳变硬 变成一只真正的甲虫 这才安全了 看这只就是刚刚褪皮不久的成虫 浑身上下都还是白色的 软乎乎的 面包虫又虫就专挑这种软狮子捏 肉质细嫩 口感甜美 不吃你吃谁啊 这只翅膀就被咬残废了 到了成虫阶段 也将意味着 它们的生命周期已经快结束了 成虫阶段的面包虫 主要是寻找配偶交配 交配完成后 熊虫不久就死亡了 雌虫会活得久一点 随便啃食一点食物 补充一点能量 找个合适的地方 产下卵以后 不久也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